师父有句话叫人善人欺天不欺 如何理解这句话呢 师父 是这样的 因为天也看到人的 人在做好事做坏事 天也看着的 对不对 你虽然这个人很善良 你在人间被人家欺负了 但是天看到你 他帮那个人记账 那个人恶有恶报 只是晚一点报 没有马上形成果 但是这个善良的人 天会帮助他 所以你看忙到最后很多恶人 当时他是好像得势了 最后他还是出势 对不对 但是我们善良的人 我们一直很善良 我们一直也不会得势 我们一直也不会出势 对 有的人他当时他很风光 觉得阿伯是风光了不起 再等他三年看看 对啊 你再看看到后来就变了呀 没办法 多人就是像烂鱼冲树 这个成语一样的 就是说你过去有一个皇上 他是喜欢大家一起吹声 很好听 换了一个小皇帝登基之后 他喜欢一个人吹 那他就吓得跑掉了 你这个本事就没了 你要实实在在 你真的有本事 你可能就是一直可以延续下去 所以我们做人也是要踏踏实实 实实在在的做人 而不是混在别人当中的 要实实在在 真修实修才行的 那是这样光那样表面的白道 没有用的 就像我们心灵法门一样 你看我们爱国爱民 我们是真的在爱国爱民 我们又不是嘴巴讲的 你看看我们心灵法门的那些宗旨啊 那些孩子 个个都规规矩矩的 老老实实的 对不对啊 师父教育他们老老实实 爱国爱民 遵纪守法 对对 就是这样 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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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